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就按照这个方案来 被外宣称 所有的音频和视频 全部都是假的 都是昨午故意制造的 移化节目 对 同时我会找二狗 写几篇阴谋论 把幕后黑手的矛头 指向你的几个竞争对手 再找一些水军 把局面搅和起来 就让网友们去猜吧 易洋 你最近一定要避免出现在公共场合 这样也就减少跟媒体碰面的机会 我拜托你老老实实地在家给我待着 什么都不要管 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和杰西凯来处理好吗 知道 还有你的天悦 刚才我们商量的只是权宜至尽 你不要擅自行动 喂 叫杰西凯 bold 都已经到这里了 我把你带过来没问题 但哥 万一出了什么事 我是真担不起的 放心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喂 这么晚打电话 你有什么事吗 喂 这么晚打电话 你有什么事吗 来 坐 看车里呢 对 看看 坐 这大晚上呢 坐 来吧 坐 来吧 坐 来吧 小乐 出院了吗 在家呢 睡着了 一切都没事了吧 你放心吧 医生居然让他出院了 肯定没什么大事 开了一点误化的药 提醒我们注意过敏源 明天我再打一笔钱给您 不用 上次还没用完呢 可是你也知道 现在小乐这个情况 有点特殊 医疗费那么贵 肯定会用到钱 你就拿着吧 行 行 行 你今天来还有别的事吗 这段时间 你也挺辛苦 我也能看得出来 你失去了自己的生活 其实我也挺愧疚的 所以我想补偿你 吴依洋 你今天怎么突然这样 不是 我只是觉得 你跟小乐 非心非故 没有那个义务 也没有那个责任 我拜托你说话之前 想清楚啊 我跟小乐他不是非心非故 如果你想补偿 我觉得你更应该补偿孩子 老白 说实话 我真不想见你 每次见了你 我真的觉得很愧疚 可是我身不由己啊 你身不由己 也没有人逼你成为 现在这个样子吧 行了 老白 我们不吵了 这几天 可能会有人找你 问你问题 都不要理 这是为了你 为了我 最重要的 就是为了小乐 发生什么事了 有些事情 你就不用明白了 早点休息吧 我看早点休息的应该是你 我看早点休息的应该是你 不早了 睡觉吧 我看早就必须 我看早就不想睡觉 我看早就能睡觉 就不睡觉 好了 现在没睡觉